这一期我们来勾制一款双肩包 长宽尺寸大约为22×22厘米 我们这里选用的是四股的精输牛奶棉 需要准备六团线 每团线50克 然后准备一个7号钩针 或者是8号9号都可以 我们这款包是由双股线勾制 所以非常的结实耐用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首先锁边起针 左手持线 接着将勾针放在线的下方 向内绕一圈 接着将线勾出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开始锁针 勾针绕线 将线勾出 这样呢就是一个锁针 我们这里一共是编织26个锁针 二十六个锁针完成之后 接着返回倒数第二个锁针 然后呢我们在锁针的背面 调凸起的这根线 这里呢称为梨山 我们在这里编织一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 穿过梨山 将线勾出 接着绕线 将线一次性勾出 接着我们在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一个中长针 接着后面呢我们按顺序 在每一个锁针上 各编织一个中长针 一共编织23个中长针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锁针上 编织四个中长针 四针 编织完成之后 转到对面 接着后半部分 继续按顺序 编织23个中长针 接着最后一针 编织两个中长针 两个中长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中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这一圈 这一圈我们一共是编织54个中长针 接着编织 接着编织第二行 首先编织一针 接着第一针 编织两个中长针 接着第二针 编织两个中长针 接着后面按顺序 编织23个中长针 二十三个中长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后面的 这四个中长针上 各编织两个中长针 一共编织八个中长针 八个中长针完成之后 接着后面继续 按顺序编织23个中长针 接着我们在最后的 这两个中长针上 各编织两个中长针 最后呢 我们在第一个中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八针 这一圈我们一共是编织62个中长针 接着编织第三行 首先锁一针 接着第一针 编织一个中长针 接着第二针 编织两个中长针 接着第三针 编织一个中长针 接着第四针 编织两个中长针 接着后面顺序编织 编织23个中长针 接着我们在后面顺序编织 接着我们在后面的这八个中长针上 增加四针 每隔一针 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12个中长针 12个中长针完成之后 接着后面按顺序编织 编织23个中长针 中间的这三个中长针完成之后 接着最后剩余四针 然后呢 我们在这四个中长针上 增加两针 每隔一针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六个中长针 最后呢 我们在第一个中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这一圈我们一共是编织70个中长针 接着编织第四行 首先锁一针 接着第一针和第二针 各编织一个中长针 接着第三针 编织两个中长针 接着第四针 第四针和第五针 各编织一个中长针 接着第六针 编织两个中长针 接着后面按顺序编织23个中长针 接着第六针和第二针 接着我们在后面的这十二个中长针上增加四针 每隔两针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16个中长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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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针完成之后 接着后面按顺序编织 一共编织23个中长针 最后面按顺序编织16个中长针 接着我们在这六针上增加两针 每隔两针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八个中长针 八个中长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中长针上编织一个引八针 这一圈我们一共是编织78个中长针 第四行完成之后 这里呢就是包底的部分 接着我们来编织包身的部分 首先锁一针 接着我们调针木后半针的一根线 编织中长针 按顺序编织78个中长针 包身部分的第一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中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八针 接着编织第二行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我们调整个针木 编织中长针 按顺序编织78个中长针 之后呢我们就这样一直编织 针数不发生改变 一直勾织到第26行即可 糊织高层部分的第26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将线剪断 然后呢我们将线头的部分隐藏到植物里 包身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抽绳的部分 首先锁边起针 接着编织100个锁针 抽绳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将它穿到主体上 接着我们观看 绳子的部分穿好之后 接着我们来制作流苏的部分 流苏的部分 首先取出50根20厘米左右的毛线 然后将毛线对折 然后在中间的位置 用毛线固定好 接下来我们将流苏的部分 固定到抽绳上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刘苏的部分制作好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包盖的部分 我们在包身后侧的这一面 来编织包盖的部分 首先呢重新齐线 接着锁一针 接着按顺序编织短针 一共编织24个短针 第一行完成之后 接着锁一针 然后调转方向 同样式编织24个短针 之后呢就这样往返编织 针数不发生改变 一直勾织到第15行即可 包盖部分的第15行完成之后 接着锁一针 然后将线剪断 最后呢我们将线头的部分 隐藏到植物里 接下来呢我们在包盖的这三个边缘处 编织一圈引拔针 接着锁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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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包盖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包带的部分 首先锁边起针 接着编织161个锁针 接着编织161个锁针 锁针的链条编好之后 接着返回倒数第二个锁针 然后按顺序编织160个短针 160个短针完成之后 接着锁一针 调转方向 同样是按顺序 编织160个短针 包带的部分完成了 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将它固定到主体上 首先将包带对折 接着将中间的这一段 固定到包身顶部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提手的位置固定好之后 接下来呢我们将包带的末端 固定到包身的底部 好了 包带的部分固定好之后 接下来呢我们在包口的位置 再缝制一颗磁力扣 好了本期的内容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之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